在这个单元中,我们要介绍的是LenV这个函数 LenV的函数是传回文字字算中的字元数 字元主数,应该这样讲一下,它叫字元主数 类别是属于文字类的 各版本皆可以 那它也只有一个参数,TST 就是要求得起长度的文字 那空白会被当成一个字元来计算 中文字视为两个字元,两个位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,它的ECEL的地方 在它的字串长度,这个LenV的地方,我们打一下 LenV,刮虎,有没有 一样A2储存格,抓到A2储存格的长度 那这时候你会注意到,它会变成了30 为什么会变30,因为中文字 有三个字,所以变成干嘛,27加3 中文字要变成两个byte 2,所以就两个字元 变30了,然后我们在右下角的拖号方块 这个地方按滑数,左键两下 就看到有没有,只要有中文字的 它都会干嘛,加 中文字的字数 然后算完全部的,算完全部的 所以在Len里面,中文字是一个字元 在LenV里面,中文字是两个字元 能注意哦 然后 Right